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张梅祝 那今天呢 是11月3号 我们现在西方还是11月3号 那今天早上9点53分的时候 我在洗手间 又在洗手间 然后呢 我就是好像是爬起来了吧 然后看到我怎么我的裤子那边 那裤有一张纸呢 一条这样就好像衣这样 然后我就很详细去看一下 这个看下去好像一个人高高的 用那个细麻衣包着 然后好像上面要拉上去这样 所以底端呢 也是你有没有看到 上面跟下面都好像在拉着这样 都是包起来这样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个脸在上面 然后也有可以讲说他的上身 他的下身 他的脚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真的才奇妙 那在好多次 其实在几个月当中 或者是半年当中 好几次看到呢 看到内裤 什么内裤呢 就是看到女的穿着内裤 内裤跟上衣 还有呢 看到男的内裤 跟上衣 其实一年前都已经看到了 当时就不知道是他是什么意思 当时我有觉得说 那个意思就是讲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呢 也有看到小孩子 我讲过小孩子嘛 有女的 有男的 有小孩 就是上衣跟内裤 还有一次好像一年前看到有一个就是他在那边穿着内裤 难得在草堂上 因为草是青色了嘛 所以今天早上就发生在我的本身上 怎么内裤那边有这一张纸 然后像一个衣 然后像一个高高的人 所以呢 就是很奇妙 然后我就把它拿一个照照片 照个照片呢 在洗手间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我也献给大家 其实是摆设 现在我的 我这边 我看还是摆设吧 我在留在那边 还是摆设这张纸 其实不是厕所纸 不是toilet paper 是不是卫生纸 其实不是卫生纸 是tissue 为什么呢 我看起来是像tissue 而且在我意象当中之后有看到意象 就是圣灵 就是我们楼上的桌子 不是有主耶稣的座位吗 那边 那主耶稣座位的右边right hand side 就圣灵拿了一张卫生 不是 拿了一张tissue tissue给我的小孙子 我的小孙子就站起来 穿着白 这是意象 穿着白色的衣服 睡衣这样上下 然后我的小孙子就爬起来 跟圣灵拿着这个tissue 这个tissue是白色的 白色就是代表圣洁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所以这张纸不是卫生纸 是tissue做成这个人形 这个人形 你看清楚 你把它放大 就是有脸 有头 有身体 有脚这些 然后是包起来的 就是说 这些被提的都是被圣灵充满的 而且是圣洁的 是圣灵一直在洗洗洗过 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身圣洁过的 以他的宝血来洗净的 然后就是一块布是圣洁的布 包了上去 那之前我在义上当中也看到人是用 orange color 橙色的包上去 为什么橙色 橙色就是代表圣灵 是靠到圣灵的能力上去 那就是主耶稣的灵 好不好 那讲到这边 我也type下来 那我在讲说 我就是没想到会放在自己的身上 会在我裤子里面出现 那我相信说是时间要走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人是被拉上去的 好 那我记得吗 大家差不多最少一年前 一年半或者是两年都有了 就是一张Tissue 有没有 然后形成一个女生 前后正面背后我都照了给大家看 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照片 我不知道Kelvin还有这个照片吗 如果Kelvin有的话可以把它放在YouTube里头 然后这个女的她是跪下来 手放上去看着东方有没有 其实今天这张Tissue弄成一个人形 当然是上帝弄的也是看着东方 正面也是看着东方 然后那个女的也是看着东方 然后双手就放起来就是来赞美主 而且交托给主 手放上去就是 然后这是第二次 大家第一次是你的 这一次是男的 这一次是男的 所以圣经里面有91次讲到两个见证人 所以我们上一次一次 这一次第二次就是有两个见证人 当两三个见证人 见证的时候 这件事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圣经节里头 找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二十三停止一回家 然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也可以 十六二十六五六 然后十八二十七 九天九天二十七 然后到五号六号 然后我这边写说有写在这里头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 然后讲说我们真的这一次要回了 OK没有在等候了 我们真的要回了 其实今天我看到的印象很清楚的 我是看到组写着NOV 出现NOV就是November11月 之后又看到他给我一个方格这样 成型的像做东方这样 要走向东方 然后写着五 然后里头有个红点 之后他就本来要写五 开始写五 我就说我知道主要写五了 但是那个没有他五了 写一棒他就停止 他就写个六 为什么停止呢 因为前天不是给我们看到五 今天就是一个六 也是青色的 所以上帝是很奥妙 我真的怎样讲 但刚才今天这一首歌 就是什么我们的目光要像做耶稣吧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 所以想起主耶稣没有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的哪首歌 昨天的一首歌是我只能不爱你了 主耶稣我只能不爱你了 对不对 那我听了我就真的在流眼里想起主耶稣什么呢 他跟我相遇有没有 在2017年11月的时候 有没有 10月尾哈罗云之前 就看到这位可以讲圣徒来到世界 就成一个人的一个妇女 他整身上衣 上面是红色 裤子也是红色 有没有他手上没有拿东西 然后我是要进去 他就从要进去的地方要出来 就一直跟我喊着喊着说 你看你看那个撒蛋的脚 撒蛋的脚 别人都没有听到 只有我一个人听到 你说Lily是不是一响 不是一响 是不是梦 不是梦 是真实的 真实的在superstore里头 ok 那我后来才发现 好久之后才发现说 那不是世间的真 好 接下来就讲到主耶稣也是 我还没有去superstore的时候 我就准备了20块 是圣灵给我聪明智慧准备了20块 加拿大的20块是青色的 青色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就是被提走了 然后呢 就superstore买了东西好了 出来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homeless就是乞丐这样 然后呢 其实我就拿这20块给他 我跟他讲我是基督徒 他就站起来 看着他身体会长高长高的 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是主耶稣 之后很多东西发生 才知道是主耶稣 如果你要听这个经济可以去youtube里头 看着那个图画 那个是homeless在那边 气概在那边 那讲到这边 刚才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使我想起什么 有一阵子 我要走之前 有没有 圣灵我相信圣灵一定是圣灵跟我讲 跟这个人 后来我知道是主耶稣 跟他hi-fi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hi-fi 我真的从来没有 那我就走出去跟他要hi-fi 他就觉得很惊讶 我不知道是主耶稣假装惊讶 还是圣灵就是不给他知道 圣灵不给他知道 因为他来到世界 毕竟那时候做这个气概的时候是一个人 所以呢 所以我就跟他hi-fi hi-fi是什么意思 hi-fi不是我五个手指 主耶稣五个手指吗 变成五加五不是十吗 十就是完整了 完成了 还有一个我们这边不是五号吗 十一月五号 而且是星期五 然后之前差不多两年多 两年半了 两年半 快要三年前 我先生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意象 我远远记得很亮很亮的五五 这是最亮的一次五五 那我现在就知道五五就是五月十一号星期五 而且是主耶稣跟我hi-fi 我的五 主耶稣的五变成十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就说阿爸父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大家我们要准备好 好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今天很多遗伤都是看到二二二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两个东西 好不好 大家继续努力 今天我说 信息其他 那个vision的 journal page 这些会比较迟一点 因为我眼睛真的很累 大概要去睡一下 明天早上也就是 东方的比较迟了 下午 如果我今晚能够出去 发出去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够 就会迟一点 好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就要回家了 Amen 忘记跟大家讲 我有两个照片 好像我还没有讲 就是我在洗手间就照了 有没有 对那个是 是白色的 原本是白色的 但是呢 我照了这个照片 我刚才其实是早上九点多的照片 那时候呢 刚刚好Kelvin有 有send message来 然后我也send给他这个照片 以及我已经type好的给他 那时候他应该看一下 那时候是白色的 但是刚才八点多的时候 我坐下来要看一下 回去要准备这些 whatset这些 然后看怎么有颜色 他的这个本来白色变成什么 青蓝色 就是我的大孙子的杯子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一样样的这个颜色 青蓝色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紫色的一折一折一折 一段一段有没有 有几段 有五段 有五段 中间好像一个V这样 有五段 那当然我相信第六段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卫生纸也是六次 第三次好像第三次还是什么 也是一个V对不对 我忘记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V 也是一个勾有没有 好 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回家 大家欣赏他的颜色一下 是上帝彩的颜色 不是粒粒能够变出来 也不是我们照的照片特意放颜色 没有 Kelvin是我的真人 我删给Kelvin早上的时候是摆色的 刚过了十一个小时之后 差不多十一个小时之后 我发现有颜色了 好大家准备好 Amen 这个青蓝色 再加这个紫色的 你的有没有变呢 你那边的照片有没有变颜色 你替我通知一下好不好 好感谢赵梅竹 你好 我看了一下我那个照片 它也是变成蓝色了 好像看照片的感觉就是 有那个蓝色的光照到上面去了 之前你发给我的应该是白色的 这个很明显